《草莓俱乐部》 草莓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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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消息当中提了一下 儿子号工作当中有一项叫做草莓俱乐部 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 这个的事工主要是跟台北市一些学校的一个连接 对小孩来讲这是给孩子们一个课外的活动 或者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可以把这些孩子带到教会来 所以每个礼拜 大概礼拜三跟礼拜五都有这个聚会 有时是上午 有时是下午 换句话说这是教会的安排一个课外活动 但是可以把它带到教会来 所以我们用一些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 是每个礼拜跟得来的 一个学期一个学期 有很像上课这样 既然是要把他们带过来 所以我们就预备一些巴士 公共汽车把他们接过来 这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所谓的草莓俱乐部的巴士的奉献 我对一个事工深深的有一个负担 我相信这些孩子如果是没有教会这样的一个工作 当然如果这个学校没有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我相信很多家里面如果不是信主的这些家庭里面 这些孩子是不肯来到教会的 所以对这个事工 我们现在大概应该有 有差不多上七百八百人吧 大概会不会有上千人都不晓得 但是我们会越走 越做越大的事 因为好像学校蛮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帮助让这些孩子 当然主要不是为了孩子信主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 学校一个活动 课外活动 所以学校也蛮欢喜 当时我们也很用心 像我们的校长 美菲校长 他也是非常用心地带着同工来安排这个事情 所以请大家也为这个来祷告 如果你有感动也可以支持他 带他们让整个事工能够发展得更好 所以以前只在宣教大陆聚会 现在我们应该是礼拜五 都是在山庄来聚会 那我们希望 他应该像过一千多人了 应该有 所以他们蛮多的人在那边来聚会 OK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段经文 是在立位祭 我们整个的从几个礼拜前 有好几个礼拜了 我们从立位祭的书卷来看神的心意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的节旗 甚至需要这么多的所谓的律例典章 因为神定义要帮助我们进到祂的祝福里面 不是我们用什么做什么能够换取祂的恩典 但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 了解这位神 而且赞照神的方式 好想我们能够进到恩典里面 这是一个约的观念 约 我在说是单方面的 contract 合同是双方面 但是很明显的 人不能够守住神的律例典章 但神怜悯我们 所以有个叫做献祭 所以常常有一些的 借着献祭的方式 人可以离开了 在罪的捆绑里面 借着这个献祭来到神面前 不过人还是人 所以还是软弱 直到律法跟这个献祭放在一起 整个的成全在什么时候 就是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在所谓守律法 也不是所谓的借着献祭 乃是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 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是丰富的 有恩典 有真理 你从一个角度来看 真理就是所谓的律例典章律法 恩典是什么 就是代数 借着牛羊申诉 生命的摆上流出血 好叫我们这个人的罪可以挪开 因为罪是我们拦住 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 整个的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这位神 祂是怎么样一位神 我们不仅要认识祂的作为 我们更是要认识这位神 祂的神性 祂是圣洁 祂的公义 祂是满有慈爱 没有怜悯 那我想进到这个立位记二三章的时候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看是中约有一个节起 这个节起一分在新约的教会 包括今天来讲我们是很熟悉 一个叫做五旬节 但五旬节不是新约才有 在旧约就有 而且在五旬节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在所谓的摩西五经 在整个的旧约当中 一开始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从出埃及记 看到立位记 看到明书记 提到这个事情 那当时还有包括生命记 所以我想 我们今天就从立位记这个书卷 来再去的思想认识 什么叫做五旬节 跟你我今天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现在读一下一段经文 在立位记二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立位记的二三章十五到二十二 若是你找做 若是你方便的话 我们就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存一个敬畏神的心 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和捆为瑶记的那日算起 要满了七个安息日 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 共计五十天 又要将新宿记献给耶和华 要从你们的住处 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 加效烤成两个瑶记的饼 当作出手之物献给耶和华 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 供牛肚一只 供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 这些与同献的宿记和奠记 要作为凡记献给耶和华 就是做新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 两只一岁的公棉羊羔为平安祭 祭司要把这些和出手麦子做的饼 一同做瑶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 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 不可搁进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 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主 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 主 我们也相信你所爱的 你会对他说话 你会把你的信仪向你所爱的打开 因为你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认明一件事情 因为你说你为所爱的人所预备 是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心中没有想过 你要把极大的恩典 超过所求所想的恩典 要倾导在我们当中 好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来的时候 是见证神 祢是奇妙的神 祢是恩典的神 主 我就求祢的灵大大众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把神里面的事都参透了 所以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 听我们的祷告 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将来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感谢赞美的请座 在我讲道前 我要请大家看一段 这不是跟福音中心没有关 但是跟福事很有关系 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放下这个影片 好玩啊 我们组织学老师啦 诶 怎么没有PPT啊 有人用这个吗 怎么没有饼 饼呢 饼呢 还好刚刚那些不会发生在我的教会 感谢祖在教会有许多的义工 在不同的需要上为大家来摆上 摄影的这个志工方面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 它扩展了我对于摄影上面 就是一些趋劲啊 还有摄影同工 分工上面的一些理解 上帝给我祝福 是给我更多的视野 当你在付出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已经在获得了 班长 在这里 什么事 很高兴在我退休之后 能够进入艺人学院 担任福音班长的工作 找到我人生的另一个舞台 不但自己学到东西 还能影响别人 太好了 音控仪器虽然复杂 但是经过一年的训练 我现在很高兴也能独当一面 透过这样音控的一个服饰 也可以把福音传到每个人的身上 把这样的一个好音乐传到每个人的身上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今年八十六亿 早上起来 我很健康 我去找我们儿子 说我要去做志工 我们儿子说 欢喜到说 在社会有贡献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来当做志工 原来教会需要这么多义工 这样我也要来帮我们当义工 等一下那去哪里报名啊 上官网去报名 不要这么麻烦 用QR Code少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常说在教会的服饰是做家事 我们都是这家里面的人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 赶快的上网报名 一起来参与 在这个家中有许多不同的工作 好叫我们能够让这个家更加的丰富 我是教会的义工 我是教会义工 我爱我的教会 我用行动支持教会 我用行动支持教会 祝福福音乐 祝福福音乐 看到教会在一切成长当中 当然是一方面就是 我们有许多的工作 那当时人就是弟兄姊妹 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越来越多 这两个怎么把它平衡在一起 或是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坦白说是这些年来 我一直在思想 那过去我们有很多事工 我们就说找人来做 所以我们就比较多请一些的同工进来 成为全时间 但是常有人提醒我说 林良堂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那当时除了所谓的财务这方面 我们神很丰富预备给我们以外 其实有更大一个 我想是神的心意 就是人的资源 所以这一年来 当神的思工一直在往返发展 有新的工作发展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人的不足 那与其我们不断从外面找人进来 这个来负责 我一个很撑的感觉 是要让弟兄姊妹能够起来 所以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要安排许多的平台 当时当我这样思想 很多同工帮助 所以每一个的部门 都被所谓的提升咬扩张咬 所以这个平台搭在那里 那另外一个 我需要的是什么 就看到我讲了三五年的 这个叫所谓的职场教会 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弟兄姊妹你在职场上的专业 一定要发生在教会里面 当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在职场 有人就说 我们一辈子把我们的所努力的精华学习 都是拿给这个社会来用 这不是错 但是我们不太用在教会的里面 或是教会没有给各位有机会 或是弟兄姊妹没有说很想的 或是很有负担要发生在教会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也觉得这对弟兄姊妹的 所谓在神面前被成全来讲 对弟兄姊妹来讲 教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亏欠 所以当我们每样事情 当跟同工们在谈 这个事情我们会弄得蛮清楚 最后我需要一个比较具体的平台 可以发生出来 那今年我们去扩张年 我的祷告是神 求你扩张我们整个教会的事工 其实事工不是目的 借着服事 借着扩张 我们看到整个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都要被扩张 都要被提升 中间有一个就是 开始更多的明白 甚至学习 怎么样把你的专业用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刚刚我们就做这么一个影片 其实我正是说 你说义工也好 治工也好 基本上我就说 应该按照神的呼召 呼召有两个 一个就是神给你那份是什么 你也专业 包括你的恩赐 那另外呼召是什么 就是神给教会的那个 我们不能够做全部事情 虽然我们教会稍微大一点 但整个的环境 我们不能够说每样困难 我们都能够解决 所以我常常寻求 到底神你要我们做什么 那当然是做弱势 是我们一个蛮轻的呼召 但不管怎么样 当你的呼召 有个机会 所谓的发展的时候 发挥的时候 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们 一定要抓住机会 因为神给你的 可能是五千的 是两千 是一千的 不管哪一个 只要你好用 我相信都会蒙神悦纳 我不是专业 不过我们进到人 让专业人带着我们来做 当然 从某个角度来讲 有某方面你是专业 你可以成为一个带领的志工 你可以帮助我们 或倒过来 你这方不是这么专业 不过跟这个有关 真有兴趣的 你可以进来 我们会有人带着你来做 比如说 当我们弄到这个 在万华龙山市的底下 大概 我真的要鼓励各位 我们是昨天开张的 礼拜一应该是休假 然后礼拜二开 就礼拜一是休假 就整个那一层 地下街的 这个 听说是一号出口 我去了 当然已经忘记 哪一个号出口 应该是一号出口 然后在第二层 B2 那一层是全部 这个 蛮有意思 你如果没去过 你一定要去看看 现在说政府也 台北市起码要用 那个成为每个学校的 一个也是一个课外活动 意思说 孩子一定要走过一趟 那个地方 所以包括万华的文化 台北的文化都在 中间有个单位 是我们的单位 我们从某个角 是跟他们 这个所谓的 混在一起 但我们的这个性质 确实是很不一样 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传福音 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甚至帮助 因为在万华里面 有一些外国的宣教士 做很多 帮助那些弱势的妇女 做一些手工 我们也放在那边 来展览 来这个所谓的义卖 所以有蛮多的工作 可以在里面来做 不论你是专业 很专业 或许你有兴趣的 我都故意来参加 刚刚 那个影片还弄到 我还转过来 我心里想说 还转过来干吗 还不是转一次 我还转好几次 我说干什么 后来说OK 专业说要转 我就转给他们看就是 我很感谢主 果然是有点果效 你看以前我讲什么 你们也不会笑 那一转你们都笑起来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能够 走在神的心当中 虽然这是一个 源这一个方向 但我说我们更要落实 是怎么走在神的心当中 所以鼓励弟兄姊妹 多来参加 所以真的 我们不会勉强你 但是我真的希望 你有个愿意的心 愿意 然后就愿意 让教会做一个安排 那如果你觉得 教会的安排 不最适合 你绝对不会勉强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 反正就用手机 上这个QR Code 弄一下 我们会把你列在 你的整个服事的 这个所谓的名单 或者排列里面 在某一样事情 我们会跟你来联络 所以请大家 真的我一直说 让我们教会能够起来 不只是我们有这样一个 神的恩典 这个恩典 要从教会留出去 OK 今天我要从 来刚刚所谈的五行节 我要从几方面 来跟大家来谈 第一个 到底五行节的目的是干什么 为什么神要定义这个 那可能这个对 以色列人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所以他们需要尊重 我们也需要明白 但是近到今天来 这个五行节 到底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我们有什么 需要学习操练 那第三个就是 这个怎么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谈 那至于为什么需要有这个 所谓的五行节 我想我选的是用生命记 这个我们不读了 不过我就请大家看就是了 你有圣经就打开 不然就看这个荧幕 十六章第九到十二节 其实不仅是 这个生命记这边记载 其实这个立位记 出埃及记 立位记 这个民宿记 生命都讲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神所定的节起 这个节起呢 是一个喜乐的节起 是一个庆祝的节起 幸福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收割的节起 所以你读的时候觉得收割 这是刚刚所读到的 在这个生命记上面所讲的 也在出埃及记 二三章那边讲到 这个收割的节起 那这个节起 到了出埃及记 三十四章的时候 三十四章的时候 就叫做七七节 后面多加一个字 这个叫做 所谓的 the feast of weeks 就是几个礼拜 这个是 然后这边讲到 有七个礼拜 所以七七四十九 到后面那一天 就是第五十天 这个叫五行节 所以呢 到了这个民宿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这边所提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 庄家出俗的时候 所以呢 也叫做 the day of first 就是今年当中 这是一个新的出展 因为是收割嘛 所以第一篇 这个叫出俗的时候 那甚至用到 这个刚刚所读的 立位界面 用到这个字 叫做 第五十天的 第十五节 十六节 那边所讲到 这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 这个 线上数记 数记这个字 我们以前 读过了 就在立位界面 这个叫做新的 古字 如果有人这样翻 是不是翻得最好 叫New Grange 就是新的 古字 就跟去年不一样 那明年还没来 那今年呢 是今年收成 那既然相对于去年 这是新的古字 新的一篇的古字 所以整个的 是跟收割有关的 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节气 没有错 这是最喜乐的手 甚至很丰富收成的手 是一个最得意的手 但在喜乐当中 在得意的里面 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是谁让你能够这么收割 有这么丰盛的喜乐 有这么 所谓的 如果做事 有这么大的成果 有这么大的成就 是谁让你这样子 不要忘记 是神让我们这样子 是神让我们这样喜乐 你要想看看 在旷野当中 这一生走了四十年 基本上 你想他们可以种东西吗 不可能 是进到新的 迦南地的时候 给他们安居落叶 开始 叫做有了自己的田地 然后开始可以努力 这是恩典 一开始就恩典 没有错 这一年下 你花了很多的努力 但在这一年当中 你的努力 我的努力 你的工作 没有白费 没有徒劳无功 是因为神也保守 神不仅给你有机会 给我有机会 而且在整个努力过程 当中 是神保守的 以至于今天 能够有这么丰盛的收成 或从你的事业来讲 有这么丰富的 一个所谓的成就 人很容易 在丰富的当中 在有成就里面 会得意忘形 或是说满足到的程度 会骄傲 神提醒我们说 不要忘记 我们这么大的恩典 临到我们 我们这么大的福气 都是因为出于这位神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这个生命记 赚经文来讲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是什么呢 这边所提到的是 不要忘记 请大家看十一节 不要忘记 这个十二节 你也要纪念 你们在埃及 坐过卢府 你要谨守 遵循这些的律例 所以第二个很重要 不要忘记 我们是从哪边来的 不要忘记 我们过去的环境 是怎么样 不要忘记 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 那个光景 是什么的 可能是心灵上的黑暗 可能是生活上 是一片的混乱 甚至还有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习惯等等 我们都不在恩典的里面 都不在神的信的当中 所以苦上加苦 痛苦加上痛苦 是谁把我们救出来 是我们自己的 所谓的修养 是我们自己的乳液 甚至一些不好的习惯 是我们自己 就容易这么戒掉吗 这么多的伤害 是谁抑制了我们 所以走出来以后 不要忘记 过去 以至于我们不要 回到原来过去里面 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你要走在神的心当中 所以你要谨守 遵循这些的律例 神保守你是因为 出于祂的爱 祂的公义 祂的大能 但是你要守住祂的约 不是用来换功 用功德来换恩典 是说你要走在祂 给我们的这个的范围 这样的条件的里面 不仅这样 在当时我们有所谓的 这个五旬节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 是什么叫欢欢喜喜 第一要留意这句话 这边说 你和你的儿女 仆悲 并住在那里的立位人 以及在我们当中 记住的孤儿跟寡王 意思说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然后这边是说 如果在家中 你的亲人以外 可能如果真的 有外面的 这个所谓的外劳来帮助 或者在公司 有底下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同仁来帮助 你怎么样 我意思说 不是你一个人 是一群人 那有一个很重要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 后面说 要欢喜快乐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需要放在心中 神所拣选 立为他名的居所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凡事 把神放在你生活的中心 这边讲到两件事 神所拣选的 不是你拣选的 立为他名的 是为他的名 不是为你的名 这些年日 我们常讲竹坛 没有错 你有没有在你的家中竹坛 有没有在你的办公室竹坛 有没有在你的社区竹坛 有没有在教会竹坛 小竹坛 都很重要 但是一定要问一个 我们做这个事情 是为谁 是为你的名呢 还是为神的名 意思说 是按照神的旨意呢 是为神的旨意成全呢 所以当我听到一些坚证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困难 因为他竹坛了 所以请那个人做坚证 所以他的事业就有一个很大翻转 我不否认这个事情的发生 但是这不应该 起码我认为 这不应该是我们竹坛的目的 竹坛的目的 不是为了我欧永亮 我的名能够有什么好处 我相信你就是不竹坛 你走到神心当中 神还是祝福你 我只说 整个的目的 整个动机 有没有弄对 如果神这样的祝福你 是因为你竹坛 极了一个功德 所以神就这样做吗 不不 所以在整个的 这个整段经文里面 没有错 神的祝福 跟我们遵守神的命令 是没有分不开的 但是千万不要进到 律法的里面 这是一个 凡事都是恩典 坦白说 神给你顺的是恩典 如果那时候不顺 我要说的 大胆说的 照着圣经的新约所说的 在患难中也要换外 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为什么当时 要提醒以色列人 第一个 在这种欢乐 成就当中 不要忘记 是谁帮助你 谁让你 有这样的成就 有这样的欢喜 第二个 不要忘记 过去你是怎么走啊 过去你生出来 就这个样子吗 不不 在困难当中 在埃及人 这个匣子底下 在黑暗的底下 是因为我走的 所以神说 不要离开我 怎么不离开他 遵守他的秘密 律律典章 第三个很重要的 在生活当中 你要尽到我的丰富吗 不断的丰富吗 就是重难 环境不好 你还是丰富吗 照我的心意 做我要你做的事 在我的居所 在我选的地方 建立 然后在我的地方 做我要你做的工作 我相信 这是在当时 这些所谓的医生 要进到加尼地的时候 神特别要提醒他们 那这个 我们到底 这样学 到底有什么帮助 对我们讲有帮助 其实 你会觉得 有点重复 我只是重新地 emphasize一下 这个应该在我们上 也要发生几件事情 我们就回到立位记来这边说说 为什么神在新约当中 在旧约的时候 就在摩西五经 讲了这么多的 这种的献祭的事情 包括律法事情 你觉得神是要 要挟持我们吗 不做这个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的 或者神 要我们东西吗 给我这个 献上牛箱的 我要东西 是神是这样子吗 好像祂要挟持我们 或是觉得 祂要更多点东西吗 不 神有个很重要的心意 我要说实在 神喜欢与我们相交 神喜欢的 与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旧约的时候开始 像摩西纹就讲到 有一个无效节 有一个叫收割节 刚刚我们五旬节就 然后玩有收割 还有一个叫做收藏节 大概比他熟的叫做住棚节 这几个节 就是凑在一起 为什么神喜欢这样节 而且这几个节 有一个特别 就要大家都来参加 后来 以色列人分散了 游战分散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妻子跟孩子 不太容易回到耶路撒尔 还是每个男的 都要回来参加 我要告诉各位 说在这里 请大家留意点 我们要从安息的次日 七十个 七七四十九 然后第五十天 旧约的时候是想 所谓的安息 到新约的时候 叫做主日 叫后面那一天 我不在那边讨论 就是哪一个日子 才是对哪一个重要 我想这个不是最重要 你有没有一天 进到这个安息日里面 或是天天进到安息日 那什么叫安息日 安息就是进到神的安息 什么叫进到神的安息 进到神的预备的丰富的当中 进到神的创造的 那个美丽的里面 意思说 你好好去欣赏一下 神跟祂所做的 或透过祂所做 你好好去欣赏 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经历这位神是怎么样 我讲了什么 讲了半天 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时间 你需要常常保持住一个态度 我跟神是分不开的 神是我最大的满足跟喜乐 相对的 当神看见你我是这样的时候 我真相信 这是祂最大的喜乐 不仅这样 神不仅希望 只是你来到祂面前 祂希望我们这群人 都来祂面前 我真相信 今天我们这边坐得满满 我绝对相信 神在这天上笑得不得了 不是这样吗 如果你家有几个孩子 不能是来呗 你是祖父好了 你看到你的儿子 跟那儿子的儿子 一起聚在一起 你不欢喜吗 有时候我们还跟说 这个爸爸 这个孩子说 我们就吃个饭好了 爸爸说不要 妈妈说 他坚持要自己煮 老人家还这么辛苦干什么 我们要格外为你煮 我们神要把格外的恩典给你 因为神看到 我们饶回到在面前 我绝对相信 你有你的理由 或者有你的原因 在看电视就聚会 哪种聚会 我不走律法这条路 但是我要清楚告诉各位 神喜欢的什么 或许到过来 我们聚在一起 这个聚会不好了 这个聚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一年我的学习是 不是我喜不喜欢这个 我要问神喜不喜欢 因为这个跟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神不喜欢 祂会与我们同在吗 当我碰到 对于夫妇告诉我 她的父母 美国大概有几个兄弟姐妹 所以每个地方都在 来到她家是留得最短 因为她家在加州 当然离台湾也比较近一点 她好像已经出来很久 但是她女儿知道一件事情 等于说是女儿的父母 她女儿知道 因为她在家待不下去 她父母不愿意 因为她父母看到她们家 看到女儿跟她女婿 弄得不太愉快的时候 她觉得我还是早点回家算 否则我们这个老人家 血液也会高 所以找个理由 等到她父母信主 为什么她父母信主 因为她看到女儿跟女婿改变了 特别当她女儿跟女婿 信了主以后 过了一阵子以后 她们又被圣灵充满 最后她们父母信主 她们也很喜欢留在家中 我都破换下来这里 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 我们才会彼此的关系会对 相对的 我们爱神 我们怎么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不爱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如果miss了 这个礼拜没有来到神面前 比如说讲主 你绝对会相信 怎么这个礼拜 那个没有来 这不批评论断 只是从关心的角度 我们每个礼拜都碰到她 这个礼拜看不到她 所以回去的时候 你可能跟你的妻子 可能你的妻子跟你说 要不然我们去打电话 问她在干什么 你觉得教会的相爱 是一个做一套的制度 做一个模式 或是有一套的什么形式出来吗 相爱 爱如果有 你可以把爱画个框框 我大胆这样说 那个比较爱 那是有条件的 那是有限制的 圣经讲的爱 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是什么 这边所讲到的 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如果这一点 我还会再补充一下 你不觉得 神很喜欢我们来到他面前 而且风风风风 你还会讲两个事情 这边经文说 第十七节说 你要从这个住处里面 取出这个细面 依法十分之二 做一个字叫加孝 在圣经我们常说 孝是坏的东西 OK 我等下来解释一下 然后烤成两个瑶记的饼 所以十分之二也好 或是两个饼也好 有不同的解释 不过 做成饼就是 这个饼是没有效 而这个饼干什么 是做瑶记 我不跟他讲过吗 瑶记是什么 你献给神 神说 你就拿去用吧 我说神不好意思 又还给他 然后神说 不要客气 又拿回来 这也瑶记 前后瑶来瑶去 神要你享受 你给他的 你给他的 神要你来享受 可以听懂我讲句话吗 在这个欢乐的时候 这欢乐到我的程度 牧师笑不是不好吗 在这个时候的愉悦节时候 特别讲到 要吃无效的品 你要知道 今天我做发酵 我做馒头 做面包做馒头发酵 完以后 所以这团面 我要做面包 我就会中间 抓一团面出来 放在旁边 然后剩下这个 去做面包 当我明天 又做面包的时候 我要这个团面发酵 是什么 我就把昨天留下那团面 再塞进来 这不叫老面 叫什么 我也搞不太清楚 就这个笑是用很久的 一个一个传一个 发酵也需要时间 如果你听懂这个的话 有两件事情 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要吃无效品 你说不要把埃及的 旧的 坏的东西 带出来 我要干干净 把这个都丢在一边去 这成为一个 今天的旧土 当你信了耶稣以后 旧东西都要丢得干干净净 不要带得过来 罗马书第六七八章 就讲得很清楚 叫成圣 那另外一个 这时候 实在因为 在逾越节的时候 你马上要 赶快要出门 所以没有时间 等那个面发酵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坦白说 没有发酵的 这个面食 要比不发酵 是要好吃一点 是一个享受 所以正常的生活 是发酵的 当神 看见你 放下所有 不要忘记 而且那天 是一天的聚会 当日 因为那个是在收割的时候 他知道 大家都很忙 虽然已经收割了好多天了 不 还没弄完啊 因为丰富啊 所以赶快回去 还有没完呢 要把它收割完 所以那个聚会 只一天了 五旬节 如果 这是 在这时候 立位节所讲的 更让我们更深去了解 亲爱弟兄姊妹 我真是这样的说 礼拜天 你要分别为神 因为不过是一天 甚至半天而已 而且不要只是说 凡人这么多来就好 我也要来 神不是看人多人 神是看属于他的 每一个都来 然后他做钱 来了以后 我们会求神帮助我们 服侍人 包括我在内 把最好的给你们 把最喜乐给你们 把最丰富给你们 你来了 线上没有错 神会摇半天又还给你 好叫这一天 一个分别为生的日子 不仅是神最喜欢的 也成为大家最喜乐的 让我再讲一次 成为神最喜欢的 是成为各位最喜乐的 同利危机 让我们更深明白 为什么要 不仅这样 这边还讲到 是献上初熟的果子 其实几段经文 我们都看见 叫做New Grant 叫树记 树记 或是说叫做初熟果子 The First Fruit 一说来到神面前 你会把最好的 这个刚发生的 一说你把神的心意 放成Top Priority 在你的生活当中 让主日成为你我的 Top Priority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献给神 我绝对相信 当我讲一句话的时候 已经在职场也是 礼拜天我预备好 专心 我不是用这个 跟神换的恩典 我只用来证明神的信使 祂会在后面 这几天当中 祂会来带领我 保守我 所以牵上初熟的果子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很快乐 因为时间也不多 所以我要 第三个是什么 在读立位记 你大概不会忘记 这样的事情发生 就在这个节期当中 千万还是提个 二十二节 在你们的收割 这个地收割庄稼 不可割进四九 基本上是要留给穷人 一个寄人 我是耶和华 今天年来 我们很感谢主 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 越来越多的服事 越来越弱势 我就常感觉到 神就把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资源 供应给我们 有些是因为资源来 我们不做都不行 有些是当我们在想要做的时候 我们发现没有资源 马上这个资源就跟着进来 我还是说 你要听懂我讲 不是用这个来换神的恩典 只是我要做 神要我做的事情 叫做照顾弱势 所以礼拜五之后 我们五十几个到匈牙利的 我们去是要做那些弱势 跟他们一起来做 今年我会跟他讲 我们的宣教不再是支持哪一个宣教 我们是跟他们同工 叫partnership OK 到九月的时候我们再谈这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 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会去 现在我们的名额是三十个 到以色列去 我们再弄得清楚一点 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地发展 是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住个一个月 当然可能不能够这么多人 等等 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来做弱势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大家都听过 在去年外宣的时候 讲过我们做缅甸的 我们的同工过去 一个一个带进来 大概那时候最多 大概八九个吧 其实都是孤儿 连名字都没有 是我们的同工给他取个名字 现在有个孩子长大 后来我们培养他做领袖 不过他的手 这边不知道怎么坏 是什么时候坏 我现在没留意到 不过手是坏 所以我们这边联络以后 应该照我所说 应该是嘉义的基督教医院 愿意帮他做这个手术 我们就把他飞过来 我们教会生活和恢复都飞过来 所以礼拜五我们同工的时候 谢牧师带他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们也为他祷告等等 不过他讲的句话我蛮感动的 谢牧师说 你们没来过台湾对不对 就问他 我带你去走走 他说不要 这段时间可不可以帮助我 让我学电脑 他说我不要玩 我要学电脑 我听以后 真的 我心一酸 在这边还是 一个手机还不够 还有两个手机 平板电脑 还有电脑 还有打电动的电脑 我心想说 这个还没讨论 我需要跟同工们讨论 要不然我们就 弄一套电脑过去 或者弄个石套过去 简单的都可以 那问题是谁教 谁愿意去教 免费去教他们 所以我就想到 教会应该 在我们教会 应该有人 可以去教 但是希望是 有人愿意去教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他们也住的地方 真的很糟糕 现在住的 如果你去 也不觉得怎么样 不过听说在那边 叫做五星级的 常有这样的机会 有些是在对岸里面 我意思是说 那个是另外一个发展 听说那边住得非常好 好像这个游览地的地方一样 那是一个基金会在做 我意思是说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一起去参与 这样的服事 OK 我离开这一点 我要说 牧师问我 怎么有负担 当我们就若受 显明神的慈爱 我们讲了半天 神的爱 你要具体行动 跟怜悯 这个叫怜悯 主耶稣怜悯他们 不是同情 同情说 这个人好惨 这么难了 我同情他 但什么都不做 怜悯是说 同情加上一个行动 让这些被你同情 他们真正得到实质的帮助 这显明神的爱 为什么要做这个弱势 因为这是神公义的显明 富的 穷的 强势的 弱势 我们不去帮助这些弱势的 谁能够帮助他们 强的只会更强 甚至强到强 只会欺负这个弱势 所以是显出神的公义 显出神的慈爱 牧师 那为什么我们家会要做 我没有错 显出就显明 这几十年 一个在那边 如果是不 不面对 不处理 我过不去 因为神说 这是我的生命 这是我的心情 你不是我的儿女吗 你的儿 你是我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怎么能够不做公义的事情 怎么能够不做慈爱的事情 先不要问我说怎么做 先问我 你有没有这样生命 先问我自己 我们有没有被圣灵重生 我有没有在基督里面 与他合作为一体 如果有的话 有一样事情 先不要说做什么 单单 这样的一个所谓心智 不能叫医工 要叫治工 这样的心智 是不可能不在你的里面 叫做凡事 我要显出神的公义 凡事 要显出神的慈爱 最后 到了五旬节 这些年来常常说 我们要经历五旬节的经历 什么叫五旬节经历 我要有能力 我要讲方言 我要怎么样 fine 我也不反对 但这是五旬节的目的 所以回到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史乌行传 但是这乐章都要放在一起看 不过我们就看一下 第二章的一到四节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起 忽然天上有响声 然后好像一个大风 充满他们屋子 然后又舌头如火焰 落在他们上 他们就落在他们 就讲起别人方言来 等等等等 这段经文一定要 第一章跟第二章 一定要放在一起看 不然的话 我们有时候会解禁会解错 第一章是主耶稣说 复活以后 OK 五旬这个所谓的月节 然后主就死就埋葬 然后完以后 复活以后 有四十天向门徒显现 所以 死无形传地章这样的说 然后干什么 对于他们 讲天国的事情 第二个 告诉他们 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就讲这两件事情 天国事情要被 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 一章一章 圣灵 你们要得着圣灵 因为圣灵家们得着能力 好叫 能够为主来做 所以第八节 做前面最后的一个结论 神的国就是主耶稣基督 跟祂心意的彰显 祂旨意的彰显 然后圣灵 就是带出神的能力 能够活出主的心意来 中间讲一段 叫做十一个门徒 要选十二个 因为要凑满十二个 然后就跳过去 然后就讲 这些人一百二十年 天天在那边祷告 恒心迫切地祷告 这是第一章 过了十天 主耶稣升天了 四天以后就升天 十里复活 四天以后就升天 升天以后再过十天 就叫五旬节 圣灵就浇灌下来 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跟田妹哥很有关系 叫祷告 他们同心儿的祷告 欢欢喜的祷告 因为他知道 神的心是什么 他也知道 他们会靠着 神给他们的能力 叫做圣灵的帮助 可以完成神的使命 今天这个我可以讲蛮久 祷告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方向 没有一个盼望 没有一个所谓的确据 祷告是一个苦才师 如果你相信 你知道祷告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不仅是一个喜乐的事 而且是一个兴奋的事 但有一样事情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这是神的事情 没有 你看到整个圣灵就串到这里 然后原来是要在五旬节发生 十天一遥 圣灵就浇灌下来 风 生命 火 力量 甚至炼镜的力量 然后他们就 赐给他们口 他们就带出神的来 因为他们在导致 神愿的旨意成就 愿的国家愿意成就 只是差一样事情 就是神的权柄 还没有彰显出来 因为圣灵还没下来 所以一来就说 不要忘记了 第四节那边讲道 他们就赐给他口才 读到第十四节第二章时 彼得跟门徒 就赞才 彼得就高声说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 跟赐给他口才 是一模一样的字 原来彼得赞才讲道 也是因为圣灵的empowerment 圣灵给他的人 so far so good 大家也听了很多次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见证主 所以你问他们讲方言 讲什么 路加说的 不是我说 他们在说神大能的作为 彼得讲什么 那讲人清楚 那不是方言 是讲一篇道 叫做apostolic preaching 做一个传当 一定要读那篇道 而且要把它弄清楚 就发现 牧师很好啊 最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那天 有三千 后面有五千的新耶稣 不仅过了一阵子以后 整个福音 就从耶路山传出去 这整个书行传 五旬节 在旧约是丰收 已经讲了很多 五旬节 在新约 是丰收 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相同 不过五旬节 在旧约比较 是讲到 我们 以色列怎么在 迦南地 神预备地 怎么为主来做见证 到新约的时候 五旬节 对教会的意思 这个的见证 是要带出去的见证 是要传出去的见证 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过去我们支持宣教 但我不认为 这是神最后的心意 支持 我们要成为一个五旬节的教会 第一代的教会 第一个的教会 是一个拆传的教会 是一个走在神的心当中 而且借着神的能力 把这福音带出来的教会 是一个不仅传福音 也是一个福利的教会 让人不仅听见福音 能够看见福音 再给我五分钟 我一定要结束 今年我们整个的主题 叫做扩张 跟所谓的兼顾 是用以赛亚书 我们要扩张 这个帐幕的地 我们要张大 这个居所的帽子 我们要放长这个绳子 还有后面一个 我们要兼顾这个绝世 说法 我要跟大家报告是 我们整个的事工 新的 旧的 都在扩张的里面 比如说匈牙利 朝这么一堆人 是没过 我们在所谓万华那个 近一点 我们今年还会开几个福音中心 我们会年底的时候 去以色列 明年我们会有个队 会到所谓的非洲 肯亚 或许我们再过一年 会到瓜地马拉 当然缅甸 太北 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 我们在扩张 大小时候在扩张 所以我们整个组织架构 所以在一月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整个组织架构 做个很大的调整 特别把牧养处 这么大一块 分成三块 叫牧养一处 牧养二处 还有牧养支援处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国度 这个以前的单位 我们把它重整 我们变成正式国度 我们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做 Bird of Life International 就一个所谓的国际机构 从英文做主筹 然后越南语 什么语的 我们还发展另外一个 叫做所谓的职场 但我们还别的做一些挑战 我们的整个架构重新改变 好像我们有更多人 比较专心负责 否则一人负责 太多弄不来 而且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下一代能够起来 其实这个事情 我已经弄了好几年 总要有人来接我班才行 不要跟我说 牧师你要做到九十岁 感谢你的支持 不过你要知道 anyway 第三个 这个关系 人员的关系 人员部门关系 我说从这个线 但如果这些都发生 跟一件事 就不可以 叫做坚固的绝 今年我讲的信息 都跟门讯有关 门讯不是一套的东西教材 门讯是你真正能够 进到这个经历的里面 门讯 如果真要 装备 我叫做teaching好了 门讯是一个mentoring 我装备的时候 可以跟几千人讲 是我爸的知识告诉你们 但门讯的时候 应该是一对一的 我上完课 不论那个班有到人 如果有三十人 跑出来问我问题 同一堂课 课与课的当中 问我问题 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所以mentor是一对一的 门讯 装备是我的知识给他们 门讯是要把我的经验给他 当然再讲准确点 要把我的生命给他 如果是这样 有四样事情 今年我在跟同工们再讲 第一个 亲爱的弟兄弟 你一定要参加教会的装备课程 你最少需要有知识 对于圣经的认识 教会一些年金培语课 你一定要参加 另外一个 一些的专门的 比如说医治 释放等等 看你要到哪一街都可以 你最少需要有understanding 这些事干什么 所以一些的训练 这种的装备 你一定要参加 第二个 我一定要鼓励你 进到门讯的里面 叫做所谓一对一 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孩子一对一 你是小组长 一定要跟你的主缘一对一 一个月跟这个 你轮流嘛 你很忙 一个礼拜一次 所以如果有十几个 那两个礼拜才轮一次 或三个礼拜轮一次 你一定要 因为在一对一的当中 你会发现一件事 你的生命会更加成熟 因为他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会跟他思考到 你了解是什么 行得来行不来 我也跟所有的负责的同工说 在你的部门的里面 每个礼拜总要跟一个人 当然有时间多两个人 无所谓 一对一 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跟他谈就是 当有些同工来问我说 牧师你怎么带接班的 我说我不要开课 我要找一个叫做table talk 我要找几个可能人 坐在我这边 我要问他们问题 他们问我问题 有一个同工跟我说 牧师我找你 我希望你把你的经验告诉我 所以隔一个礼拜跟我聚一次 每次两个钟头 所以我们叫我一个年轻的同工 mentor是很重要 第三个我希望能够和大家发展是什么 这个也不要比较是 因为我接牧养处十年前 我们就开始在整个城牧 去做一个性向的测验 叫恩赐的测验 中间我们也要做一些性向测验 今年下半年 应该十月 我们会有两个提示 因为我们人比较多一点 我要请训光牧师跟他团队 用的是一套鸡尾的东西 但这套东西不是只有鸡尾 其实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像以前我教大家做恩赐 在这个market里面有很多套 类似的东西 不过我身边用鸡尾 因为他们在用过这家东西 叫做ID 所以我要鼓励迪雄师跟一南产 因为他好处不仅把恩赐 也把你的专业放在一起 好在这两个配合的时候 让你更加清楚知道 你后面的服饰 就你的专业 你的职场的专业 加上你的恩赐 能够配合在一起 我们会在十月的时候 应该会有 我们时间都已经定 场地也定 应该在山庄 如果不够地方的话 我们再看看怎么联系 另外一个 我希望 应该在六月底前 我求主恩待我们 希望我们有几个的 叫做职场小组已经成型 这个事情我已经考虑了 我思想了大概两年多了 三年 那今年开始我们开了很多的会 因为我们教会才会大一点 我不希望改来改去 我希望弄得比较清楚 免得有点混乱 如果小的话 大概不行 我就换个方式 但比较大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还是希望 在六月的时候 我们会有五个 最少五个 如果多的话有十个 这样的职场小组出来 好叫弟兄姊妹 更容易地进到mentoring里面 你是金融业的 我是金融业的 你已经在金融业做了三十年 今年我是才刚出来 我觉得我在你的小组里面 你不仅可以帮助我 在圣经上面 当然圣经教会用的是谁 在这样的我的生活里面 在职场里面 在金融业当中 你可以天天地照顾我 不是说什么叫 我可以问你问题 你的榜样成为我的榜样 你思考的模式 成为我的思考的模式 你的选择成为我的选择 我要看到整个教会 被动员起来 被提升起来 一起进到神的心当中 不管怎么样 以赛亚书里面说 扩张也好 这个张大也好 这个伸张也好 最后那句话是说 我要叫你们向左向右开展 你要知道 去年我们没有长太多 我从来不是追求这个素质 但是祷告 从宿舍也开始看到 我们到底有没有长 那我觉得是去年神有祂带领 叫做更新 叫做突破 所以去年我们预备一年 但今年我们这样走上去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向左向右开展的时候 求主来恩待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在线上的感谢和赞美 愿主的灵迹就向我们上来做工 把我们带进信的里面 主要把教会 把弟兄姊妹都交在祢的手中 主要求祢恩待我们 这是祢的教会 这是祢的百姓 这是祢的儿女 如果在我们当中 弟兄姊妹不能在身体上 在生活上 你碰到一个瓶颈 因为你太focus在你的需要上面 我的困难 神怎么解决 甚至用自己的方法 想努力 这不是不对 不过你发现国效也不大 把教给主 把你的眼光 从你的需要 你的困难 转到神的信义上面 让神带领领 把你的眼光转到 四周有需要的人身上 今天有个突破 五旬节的一个突破 好叫 为已经有了 现场感谢 为这些还在困难的当中的 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你会发现 神带领当中 你从困难走出来 被你帮助的人 也从困难走出来走 你会发现一个 所谓收割的喜乐 会在我们的当中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意 要走上这么一步 等一下我们唱诗 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会问到 兼顾神给你的呼召 兼顾神对你的 所以包括有很多义工的机会 你可以参与 有天我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他的困难比他困难更大 但那个人开口要祷告 这个人就说 我还要为他祷告吗 就说 我也要 我说我们大家一起为他祷告 他说我困难比他更厉害 要祷告 不然他没有别的 他只是举出一个手 他就得意志 这是属灵的原则 我现在已经很早讲这一方面 我还是应该 真理上扎根比较稳当一点 因为我们教会的经历不是没有 不过也要说这是事实 那另外一个 如果在我们当中 你的眼睛有困难 有疾病 有需要可以到前面来 当然我们当中还有别的需要 我们唱诗歌 需要打歌 就今天快到前面来 出来的时候 不要把东西留在椅子上 也不要站在走道上 到前面来 我们的同工会和你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们要看见 不是看见我们要守 我们要看见是你的荣耀 透过你的教会 彰显在这个地上 你是何人的宝贵 你是何人的真实 所以我们要把这 站在前面的弟兄姊妹 都交在你的手中 所以让我们今天看见的时候 他们走出去 也叫别人从他们身上 也能够看见 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阿们 我们要分开聊 求你保守分散者脚步 当我们从这边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就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时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把人要贵给神